你好你好有一个叫 这个姐姐的妹妹 然后今天也来到现场了 我们先看看妹妹在哪里好吗 在那里是吧 妹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王华的妹妹 今天陪姐姐来现场的原因是 我想要看着她给她 心动男生告白 那你先休息一下 肯定整场还有很多需要妹妹 帮助你的地方 对 所以今天姐姐先来给大家 做个什么才艺还是互动 互动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运动 然后我想找几个男嘉宾 然后看你们平衡性怎么样 看一下 1号刘亦正班长 12号 13号 还有11号 有请各位 我来前面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把腿尽量的放到自己 胯这个地方 往上一点 手往上来 稍稍一点 对坚持一下 然后梦兰也去 快快快 好我说开始大家再开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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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开始 往上往上 对 往上 刘亦正这裤子是你自己的吧 是我自己的 第二个动作就会难一点 我也是举起来吧 哎呀 请大家把腿抬起来 然后尽量放在你胯这儿 尽量的往后 让你腿往后走 鞋上方 手呢 手往上 慢慢往上 我还不标准吗 应该是我吧 哪个最标准觉得 应该是我吧 我觉得刘亦正 但是班长平行好像好一点 帅不过三秒 帅不过三秒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然后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的奖励吧 把我想吃的东西送给你 这个我特别爱吃哦 我特别爱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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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 这什么口味刘亦正 是是豆沙蛋黄 豆沙蛋黄 谢谢 班长你你也是做甜点 觉得跟你店里的 你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吗 说实话 你有没有店的 你没有店啊 大家可以尝一下 真特别好吃 这个接下来是要看看你的心动 不心动了是不是 来上前两步 好上前选择 我想来说一说不心动 十四号 我料你现在什么事 不得不再问一下原因 你想知道吗 反正 哥哥不在 反正你说的也是哥哥 你说了 没有咱们俩 感觉像是爸爸带着女儿出去 我没有这样的女儿 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了解一下 你嘉宾 四年与四天 不得已的委屈 太伤人 要有爱 给谁的巨手男士来提问 七号 想问一下四年与四天 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我初中到高中的一段经历 威萨拉大家可能有看 因为我之前有练过足球 足球一共是练了四年 但是其实因为练这个 就是有点导致我整个学业不太平衡 然后最后就是我爸妈不太同意 那这时候我选择的是瞒着他们 然后就跟我的教练 跟还有我的班主任商量好 我保证我成绩不下降的前提下 去练这个 然后偷偷瞒着他们练了四年 我想知道你太伤人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分手之前就是一次吵架吧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是这个样的 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谈了四年 话敢话说那句话 大概那意思就是 你做什么都不如他 你不如他 就是说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那确实挺伤人的 我觉得男孩就算没有感情了 这么说话好像也不太善良 就觉得我觉得我付出挺多的 然后最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伤我伤挺深的 然后我不知道再做什么会不会有意义 然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那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和你当时的决定呢 没事啊 我当时就是吵架嘛 但是我那句话就印了心里了 可能在晚上谈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因为一句话 然后就让这段感情很难再往下继续下去 他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密布了 就是我觉得听了他这个话 我就想到有时候说出来的话的伤害 有时候比动手的伤害还要 还要伤真的是 伤你的话就是不用忘记 可以原谅但是不用忘记 但是当你有时候 当做一种动力 对用动力 我也被伤过 因为原来胖的时候 比如说拔河 那刘一阵的肯定要 就是我感觉就是 就是他们就觉得你胖 就是反正这种什么事情 他们就让你干 会讽刺你 但是我会用他们的这个话来激励自己 要就是做出改变 但我一点都不会感谢那些伤害我的 我我还是不 我还是不喜欢他们 公平说的感谢就是 你看他激励你了 你就改变了 我但是我改变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功劳 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但我还是不喜欢那帮喜欢伤害 好可怜 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受伤嘛 所以我们要有爱 要有爱吧 这个其实是 自己家里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家 不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 节日会送礼物的那种 但是我们整个家 就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 你如果是身在其中 会感觉很幸福 就比如说 我给我爸妈的备注 还有我妹妹的备注 就是我刚才有介绍嘛 就是我平时都是叫他姐姐的 然后他的备注是超人姐姐 然后我爸的备注 是大哥 然后我妈的备注是大哥的女人 哈哈 哦 大哥 嗯 哎那我也蛮好奇的 像你这么有爱的家庭吗 你爸妈肯定也会有比较中意的 男生嘛 你过来对不对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吗 没有啊 这现在是秘密 啊 就你爸妈喜欢的跟你喜欢是一样的 哦 我喜欢的 他们都喜欢啊 现在关于他们家 到底喜欢谁是个秘密 你看超人姐姐神秘的微笑 那接下来完美告白 未儿来记得见 其实其他人无所谓 但是他没有为我转身 我还挺失落的 你知道就是一直以来 刚刚之前问你说 喜欢什么类型啊 或妹妹喜欢什么类 都不说 这个时候是可以说了吗 感觉 可以 可以把大家的座椅先转过来 先转过来 请各位先转 所以 让我妹妹告诉你们 我激动男生是谁吧 所以最帅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是你 是你觉得帅还是 都觉得帅 哈哈哈 全家人都觉得帅 主要是你觉得最帅 所以推荐给了姐姐 对 所以最帅的 7号班宇浩上去吧 其实还是蛮惊讶的 但是当他们说是台上最帅的时候 还是很开心 但是 他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家的点心好吃吗 男朋友家的点心好吃吗 男朋友家的啊 大黄酥好吃好吃是吗 好吃 那是我男朋友家的 你男朋友是谁啊 那他是哪里的 大黄酥是从哪来的 大黄酥 不知道你从哪来 不是你家的了 啊这是我家的 你没有我店里好 你没有我店里好 你能稍微等一下 戴一下眼罩吗 好 可以吗 心里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嗯 不知道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会给我准备什么 我觉得游乐尝试 我能想到最甜蜜的环境 所以我想在这个环境下去遇见他 去向他告白 二号 当我摘下眼罩看到了旋转木马 感觉这个场景像一个游乐园一样 好看吗 哇 他有他他有一束光 你快发现一下 什么光 对他有他他有一束光 你看到了吗 啊看到了 谢谢啊 发现了冰淇淋还是很开心的 嗯 结果发现连口味都是自己喜欢的 嗯 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嘛 然后我就想买来送给他 然后我觉得他吃了会开心的 你微博上不是说就跟你在一起 然后空气都是甜的 是吧 嗯 我就想能怎么着把最甜的东西给你带过来 我就想带给你 把整个游乐园都送给你 我能吃吗 你建议吗 不建议你可以吃 好吃哈 好吃 但我平时吃的时候没这么好吃 可能是对面是你 然后你吃过的 然后特别好奇 嗯 他们俩这个样子怎么样 啊 你把手伸过来 就有点凉 我想你是 我最重要的人 所有关于 你的奠底 理想象中还在意 当时有点手足无测的感觉 也理解女孩的小鸡 你没觉得这个样子挺好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样子挺好 要不我就跟他牵着你下去 可以吧 我觉得这不太好 这影响我没法吃了真的 没事你拿着三不三不一起吃 然后替你分担一点 这样的话 你也不会拉肚子 嗯 好像有点道理啊 是吧 我的勇气 我醉的迷迹 是天真的回忆 我会远行 有你在的每一秒是最重要的记忆 那个 行你去那吃吧 我看着你去 然后你边吃我边跟你聊 可以吗 可以啊 因为我感觉你好像 就是最近挺累的 因为我刚才感觉到 你好像很疲倦的一个样子 嗯 除了录节目之外 然后觉得店铺最近在装修 刚装修好 然后还有很多啊 就是特别忙是吧 嗯 我刚才也说了 其实就是认识你 因为我妹妹 刚开始的时候吧 就是跟大家可能感觉一样 就是大家都说你很萌 笑起来很萌 然后特别可爱 然后是个小肋包 但是 其实在我心里好像 我就感觉你有超过这份年龄的一份担当 我其实了解你的途径很有限 但是其实最想看 最喜欢看的也就是 你的班长的星期七 就是那一段视频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其实我平时特别喜欢 就是做事特别认真的男生 然后就是因为我在里面 看到了你特别认真 特别认真的去做你的甜点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打动我 其实咱们俩挺像的 就是你有时候 有没有也挺难受的 晚上的时候 就一个人的时候 肯定有过啊 看到他那样其实很心疼 但是也能理解那种状态 但是挺想抱拔他的当时就 就是最近的压力是真的有点大 然后说到这个的时候 就真的有点可怜自己吧 说实话啊 有时候 总是还是会有各方面压力的 真的 虽然外表看来我这个 挺阳光挺开心 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 烦心事也好 然后有时候也会迷茫 压力有时候也挺大的 但是睡觉就好了 真的 真的吗 我 你等我一下好吗 好 这个样 有没有舒服一点 都挺好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只水 这样的状态 你应该会舒服一点吧 我还都好 因为只要看着你就挺好 我就看到他看我的眼神比较专注 而且很真诚 我觉得站上去之后 整个人就感觉离他更近了一步 我想说就是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做你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 倾诉的这个对象 就是可以告诉我 然后你烦恼了 然后 我能帮你去 捋一下你的这个眉头 然后 然后特别累的时候 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帮你去捏一捏 你愿意让我做那个人吗 当时看他站在那里默默的流泪 其实当时自己脑子里是一片红白的 就想一直站在他身边 然后默默的陪着他 现在等下要绿着啊 那我先下来吧 行吗 好 我发现你真的很懂我哎 真的 是吧 你真的有说到我心里去 因为 最近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你最近都特别的忙 然后 不要哭 有时候 挺可怜自己的你知道 虽然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 就说不出来哪里来的压力 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了 我先给你个拥抱吧 我先给你个拥抱 我们在宫中 静静悄悄的靠近 这风景就像一片 甜蜜的湿去 你脸上的痴运 暧昧的糞悉 天的小茉莉花开了香气 有没有好一点 真的有时候可能 真的是需要个拥抱 可能一些拥抱完之后可能会好 之前你跟我说大家挺像 大家确实挺像 你不懂得拒绝人 其实我特别 我也是特别不懂得拒绝人 我感觉你都挺好的真的 而且刚才真的有说到我的那个 其实当时能感觉到她的犹豫 也能感觉到她其实不是特别想伤害我 其实自己心里大概是明白了什么意思 然后也挺难过的 拥抱的时候感觉这个女生好小一只 感觉她也是需要被保护的那种 其实当时是不忍心拒绝她的 但是爱情嘛 感动不等于心动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两个人太像的话 我就是 就像现在 我不太懂得怎么拒绝你一样 可能说用 就是说没有感觉 或者说那个 这个拒绝 会有点唐突 但是爱情本来不就这样吗 对吗 当然咱们可以做朋友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我觉得 咱们应该会是很好我的朋友 谢谢 那我送你啊 能牵着我的手把我送下去吗 OK好 回到那一天